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相信大家都希望自己有一口 非常洁白 整齐 亮丽的牙齿 这样笑容 最美的化妆品 笑起来呢 笑容可举 但如果说你一张开嘴 哇 口气不好 满口烂牙 或者是黄板牙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很自卑 常常就是不愿意笑 久而久之一定会造成人际关系的不好 其实最重要的是呢 牙齿出了问题 就是健康出了问题 所以今天呢 我们特别请到了 人乡牙医诊所的院长 赵哲阳 赵院长 欢迎 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赵院长今天还带来这一本 我真的身为一个妈妈 我非常非常的开心 赶快看到这本书 就是顾好牙齿 可以让小孩子不生病 对 我想这妈妈最期望的就是 其实说真的就是小孩健康 那第一个不要近视 第二个就是牙齿一定要长好 尤其是从小 我记得我妈妈都跟我讲说 女生牙齿长好才会嫁得好 对 所以要认真刷牙 没有错 小时候也不觉得说 嫁人有多重要 但是你越大就越觉得说 这真的蛮重要 影响非常大 最重要的是说 你这边还有特别讲到 从小练好咀嚼 鼻子会挺 脸型会美 肠胃好 而且过敏 其实它的影响层面很大 或者是美观 然后还有健康上面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差这么多 为什么过好牙齿跟全身 竟然有这么大的连结 大家都以为就是说 牙科就是牙齿 对 其实这个牙齿它旁边都是骨头 所以我们也许来看看一个 投入骨的模型 如果说这个牙齿有在多咀嚼的话 多咀嚼这个骨头 一定发育会比较好 发育好 你看看这块骨头 它的鼻子通道 就会变得比较顺畅 当然你看看连眼睛 它都会影响到 鼻子眼睛 它其实都跟这块二骨影响很大 其实大家应该都 都知道就是说你牙齿 像有人不是做那个叫 什么下额 下额手术 或是好 只要讲牙齿矫正就好了 其实你会发现 这完全脸型就变了 没有错 对不对 所以它不只是 你所以才会说五官都变漂亮 其实是比例的改变 脸型的改变 对这个明暗阴影 也许爆牙 整片都白白的感觉 牙齿也许矫正之后 立体感就会增加 人当然就变得漂亮 没错 但是有一点 就是要问一下 赵院长 因为你自己本身 就是医生家庭长大了 爸爸是医师 可是你怎么在书里面 有特别讲到说 你竟然是从小是体弱多病 对 然后好像身体状况很多 怎么会这样 我们都想说医生家里的小孩 小孩子应该是特别健康才对 我刚好相反 现在不是都流行 那个Facebook 对 那我的国小老师 还特别在FB 确认一下 我小时候笨笨的 跟不上进度 他还在FB写你这个 帮我确认一下 太可爱了吧 老师 他可能看你觉得 你现在很有成就 所以他想说 这个中间是不是有发生什么事 还是受到老师的启发 变得这么好 我国小成绩单都还留着了 我国小念国语识小 那我成绩大概都是前三名 51 52 53 后面数来前三名 那我其实很谢谢我爸爸 就是说我父亲是一个医师 你现在想看 一个医师爸爸他怎么能够受得了那个儿子 成绩这么糟糕 那我爸爸就觉得说 我同年我快乐就好 那我后来发现就是说 为什么我小时候笨笨的 我到国中好像成绩就变得很好 就好了 那因为我从小住在花莲 两岁的时候搬到台北 搬到台北 什么山珍海味都有了 开始吃面包 喝牛奶 有糖果 什么东西都是又精致 又软 又甜 都不需要咬 那我哥哥没吃到面包 我吃到面包 他们少吃到蛋糕 我都吃到 都没有咀嚼 就让我的骨头好窄 那骨头一窄 大家刚刚也是这个 骨头一旦窄的时候 这个鼻子就会窄 那鼻子窄 哇 容易鼻子过敏 那骨头窄 哇 睡觉容易打呼 所以我爸爸每次就说 这个儿子怪怪的 睡觉永远嘴巴闭不起来 那当然成绩就很糟糕 鼻子就变成上课的时候 专注力比较不高 因为晚上没睡饱 白天就没有精神 然后容易感冒 那我爸爸开药最快 他一感冒赶快鼻塞的药一吃 然后到学校就 想睡觉 鼻塞的药 很容易让人家想睡觉 那我刚刚好 你看看 在国小五六年级的时候 这个骨头发育的高峰期 我那时候还是带便当 每天开始吃饭 配菜 多咬多咬 所以我国小五六年级的时候 成绩才慢慢的回来 到国中成绩就好了 其实不是成绩好了 是这个额骨扩张 呼吸道变健康 所以成绩 脑袋瓜好像变得比较灵光 才稍微 后来可以当到牙医师的 所以这样讲起来的话 就是小孩聪不聪明 是看他就是有没有咀嚼够多 没有错 没有错 你看看这个日本医师 来台湾做演讲 这个老年失智 老人家已经开始旺东旺西了 赶快帮他做这个 没有牙齿的这个病人 做这个假牙 让他恢复这个咀嚼功能 他确实是可以让这个 老年失智改善 所以确实咀嚼 是可以让小朋友变聪明的 所以现在小孩子是太好命 就是大家都小口小口喂 或是做得很精致 让他们可以一口吞一下 其实这反而是害了他们 现在都吃软不吃硬 这时候没有咀嚼 整个脸颊变窄 鼻塞打憨 都是小朋友的症状 他身体当然就会变得很吃力了 了解 所以赵院长 本来就是一个过来的人的经验 所以他自训里面就讲说 这是从花莲搬到台北 对不对 结果你看 反而过得这个都市生活 太享受了 反而很多都没有像 乡下的小孩子一样 去训练到自己 对 所以就还好来得及 晚开窍了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其实还蛮担心 以前我们还吃饭配菜 因为带便当 爸爸妈妈还是重视 现在都营养午餐 哇 学校又提供 台北还提供免费的牛奶 都不用咀嚼了 对 那我担心说 我以前还有这个机会 反败为胜 现在的孩子怎么办 他没有咀嚼啊 他会不会就没有机会 让自己变聪明 对而且我发现 小朋友真的非常喜欢用吞的 是的 他不想吃的时候 或者是他 就是想玩嘛 小朋友都想玩 他就想赶快吃完 就葫芦吞早 对对对 然后后来就说 妈咪我想配汤 然后就会把汤 直接倒到饭里面 然后就可以喝完 好像吃完了很开心 可是事实上就乱吃 没有错 其实对他来讲是很不好的 对对对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掌握一个 就是很重要的 小朋友这个发育的期间 要重视他的那个过程 其实刚刚主持人讲 这个是非常棒 就是说小朋友 他在很小的时候 很小的时候没有牙齿 所以他吃东西是用什么 用舌头 用舌头去顶这个上额 所以他如果有顶上额的时候 他的骨头就会扩开 达到六个月之后的 鼻子就会比较好 所以我都是鼓励说 大概在四到六个月 就要开始吃副食品 多咀嚼 你多咀嚼 鼻子就会好 如果这时候都是用喝的 都没有咀嚼 这时候鼻子一旦不好的时候 鼻子一旦不好 那你想想看 要用嘴巴呼吸 食物丢到嘴巴里面 一定要赶快咬赶快吞 为什么 因为嘴巴吞下去之后 还要拿来 还要呼吸 消化器官当呼吸器官用 他以后就不会吃东西了 那这个整个脸部的 恶骨形态就会变得很糟糕 所以越早开始咀嚼 是越重要的 所以要重视这个 四到六个月的时候 副食品的时候 就开始 这个要多 对 就开始要多咀嚼 多咀嚼 那这时候他以后的鼻子发育 才会健康 那因为现在小孩 以前都讲说七夕八夕 到甩爼嘛 对 但是我的小孩子在 五就甩爼了耶 对啊 好像五六个月就已经准备 好像冒出一小小颗牙齿了 那这个有 这个什么时候长牙齿 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影响 那当然我们比较会重视的是 他说话的时间 走路的时间 其实越晚咀嚼的小朋友 他越不会说话 为什么 因为咀嚼这个动作 他要靠脸部的肌肉 再用力 偏偏讲话也是靠这些肌肉 如果说他没有咀嚼的 没有这个咀嚼的习惯 他说话就会慢 那这个说话一慢 他后续的很多大脑的这个活话 相对都会比较慢 就变慢了 好 然后再来就是 所以在一两岁的时候 有要特别注意什么吗 大概这个我们会通常注意 就是说 他如果有多咀嚼的小朋友 他会走路的时候 他比较不容易跌倒 那再大一点的话 大概就是说 如果说发音一直有异常的话 大概这些东西都是比较后期 那我们比较担心的 其实是牙齿长不整齐 大概家长只在意这一个 牙齿长不整齐 或者说开始蛀牙多了 其实他的问题都还是在回归到 他到底在小朋友六个月的时候 有没有开始有咀嚼的能力 有没有办法把地瓜 马铃薯 芋头 甚至于这个花菜 花菜小朋友要用手抓 要把那叶子的部分就要能够碾碎 所以如果你等于是在小孩 六个月的时候 你有掌握这个很重要 都咀嚼的这个时期 你后面大概就没有太大问题 但是好 现在才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 可能小孩已经三四岁或已经大了 对 已经过了这个时间了 那接下来我们该注意什么呢 原则上你只要在这个六岁 这个门牙要长出来前 你只要给它恢复大量咀嚼 不管是口香糖 油糖 乌糖 或者说瓜类 只要咬得碎的食物 尽量不要给它太多青菜 青菜类不错 但是有的菜比如说高丽菜 地瓜叶 很容易咬得碎 可是有一些比如说 有一些叶菜类 青江菜之类的 它的纤维质多 小朋友就含在嘴巴不敢吞 对 这时候我们就也许瓜类 这些比较容易咬得碎的 那肉类反而是尽量少 因为它也是含在嘴巴不吞 所以尽量这个叶菜类咬得碎的 赶快咬 赶快咬 那你在一年的时间 这个牙齿长出来 都还来得及改善这个额骨 就是说在它长 门牙 大概六岁前 这个时间都还蛮好的 靠咀嚼就可以改善 就是它的乳牙掉了之后 跟发新的牙齿之前吗 差不多 大概六岁 除了第一大舅舌 主要下面门牙开始长 那这时候你多咀嚼 都还来得及 都还来得及 好 所以就是重点 就是要让它们多咀嚼 没有错 对 因为现在妈妈都很细心 出门都会带小剪刀 糟糕了 什么东西脚不碎 就是妈妈用剪刀 在那边剪 剪 剪 对 你应该听得出来 这个妈妈就是我吧 这什么都把它剪碎 因为怕它们给到 对 其实小朋友 他都有保护自己的能力 像最近有个国小 老师可能就说 误会小朋友吃太慢 其实这是小朋友 保护自己的本能 他食物咬不睡 他才会寒热 对 他食物咬得睡 他就吞下去了 他不会做怪的 所以这时候我们做家长 甚至于说希望老师 我们回头来关心孩子 他是咀嚼能力出了问题 二骨发育出了问题 看看他的鼻子好不好 睡觉会不会打呼 牙齿整齐不整齐 就是答案了 所以我们要从这些 这个小朋友的表现 去找出答案 这是特征 而不要一直逼他说 就赶快吞下去 赶快吃 变得吃饭很有压力 其实对小孩子来讲也不好 好 我们休息一下回来 欢迎回来 刚刚听到我们赵院长这样一讲 就觉得吃饭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吗 但是事实上它却是影响到我们整个人生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对 非常重要 对 其实吃饭大家说吃饭这么简单 出生就会吃啦 就会吃会睡 对 这事实上还有很多的这个学问在里面 对 其实最简单就是我们不要保护小朋友过头了 小朋友他只要在大概三四个月 他只要能够坐靠着背 就让开始练习从这个留职的食物 然后半留职的 慢慢的让他练习 那他越早去训练这个咀嚼能力 他后面就会吃了 那如果我们保护 哇 这个也不行 那个也不行 对 都喝 都喝 那小朋友他其实是本能 对我们家长 不要说你 包括我以前也是 就把我的孩子就变成说 他丧失了咀嚼的能力 之后要再教就辛苦了 其实真的是这样 因为我两个孩子 而且是因为差一岁 所以你会发现他们的那个差别真的非常大 因为老大就是那种好吃好睡 对 那他因为我们 他很小我们就到处带他去玩 所以他变成很小就开始吃大人的食物 所以我发现他真的 你刚刚一讲我就一直在印证他 他真的就是非常会嚼东西 然后胃口很好 然后弟弟就不是 弟弟就比较安逸一点 我们小时候就觉得他很皮 就比较少带他出去 所以真的都在喝牛奶 所以他的确就那个训练就比较不够 喜欢用吞的 对 所以咀嚼其实很重要 那其实我是说 现在的家长大概就说 之前因为把所谓的副食品跟加工食品混淆 就说越小越不要吃 其实不是的 这个加工食品八个月以后再吃 副食品还是要早吃 那小朋友以后才会咀嚼 其实以后带这个孩子才会轻松 对 没错 那弟弟他好认真的在做副食品 弟弟你知道就已经开始忙碌了 所以有时候爸妈也要负起很大的责任 好 那在长大一点之后 像下面像四五岁 比较大的小朋友 他们练习咀嚼的方法是什么 因为就不像是副食品 对 基本上就比较难 我是说实话 你叫他吃什么 他大概不用再听了 所以我们就希望说爸爸妈妈能够陪着孩子 就说也许水果啦 把它切成一块一公分到两公分见方 苹果芭乐啊或者这个番茄 尽量那种切这种一块一块的让它咬 或者坚果类啊 当然我是比较鼓励就是青菜类或者瓜类 可以把它弄得小快一点 让它习惯 它咬到什么程度 其实我是建议五十到一百下 其实最好是咬到变糖汁 咬一咬剩下口水 现在大肠癌大家都怕 大家有没有想过 你的食物没有嚼碎 那食物一块一块的最后跑到大肠 又没有氧气发酵才会有大肠癌的问题 你细嚼慢咽 胃癌肠癌基本上就会很少 所以其实现在有没有练习这个咀嚼 到底有没有把食物咬碎变成糖汁 还是要让小朋友有一个认知练习 那这个爸爸妈妈要先做到 因为有没有那条红红的那条 父母陪伴是关键 那你知道爸爸妈妈有的时候很忙 他爸爸妈妈都在狼吞虎咽了 怎么叫小孩细嚼慢咽 所以现在就是说 整个环境都二子化 环境污染啊 毒素太多 所以希望小朋友以后健康 其实就在爸爸妈妈培养 第一个陪他一起告诉他 什么叫做咀嚼 那第二个每天的每餐第一口 就一口就好了 我都很希望说学校中午的那一餐的第一口 让小朋友是不是能够咬个五十下 一百下 就算好 每天那一餐那一次 那一口 那你想想看 十二年国民义务教育下来 小朋友总该会吃饭 那我今天就开始来施行这个 每餐第一口就要咬五十下 对啊 这一口而已 其实要求不过分了 好来试试看 看成效如何再告诉你 看他们会不会到第 其实到第十口就 妈妈我吃完了 就已经这一口吃完了 好 就把这个习惯养成 其实慢慢就可以改善 小朋友的健康马上会改善 如果你的小朋友大概五六岁 这个以后要矫正的 大概少掉一半以上的机会 好的 那另外就是有关蛀牙的问题 因为这个应该是爸爸妈妈 是最担心的 就觉得哇 小孩子一注牙 要看牙医就已经骂骂好了 就是要很可怕的世界大战 就要开始 对 而且以我们这个统计 国民健康局的统计 台湾儿童青少年口腔状况 这个成果报告 十二岁的儿童注牙率是 百分之三十七点三 然后一到十七岁青少年 就已经到百分之五十几了 就已经是非常的严重的 那成年 成年人更是高达百分之八十八 就是成年人都有注意 所以就表示说我们的口腔保健 其实做得不够好 其实这个口腔保健是一个问题 那可是我的临床观察 包括说最近研究报告告诉我们 这个保护牙齿最重要是口水 所以其实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孩子 现在用嘴巴呼吸 嘴巴开开的 像我小时候就操灵呆 嘴巴开开的 老师就觉得我笨笨 为什么 因为鼻子不好 鼻子不好不能呼吸 当然是用嘴巴呼吸 那口水太少 或者说喝水习惯不好 像我带孩子出去 有一次去就是那个儿童乐园新开幕 拿了票去走一走 结果我发现 玩了半天三个小时下来 没有喝水 我发现我们大人跟孩子一样 喝水习惯可能不好 然后第二个狼屯虎咽 还有现在小朋友打酷多 对 他睡个觉就开始打酷 可是这个打呼 它会让胃酸腻流上来 那你想想看 晚上好认真帮他刷了牙 对 那结果晚上睡个觉 打呼胃酸抽上来 那刚刚刷牙就白刷的了 所以我是说口腔保健的问题 恐怕不是单单刷牙这么单纯 细嚼慢咽 都用鼻子呼吸 常喝水 那好多好多刚刚讲的 恐怕都是影响到这个 小朋友这个会不会蛀牙的关键 对啊 就是能用鼻子呼吸 谁要用嘴巴呼吸 这就是他已经没有办法 他才是用 会用嘴巴去呼吸 而且说真的用嘴巴呼吸 真的他的后遗症 其实还蛮多的 对 就是不只是你刚刚讲说 会有那个胃酸 其实我发现 常用嘴巴呼吸的小朋友 还很容易感冒 没有错 没有错 你看看 那个很多小朋友 腺状体或扁桃腺容易发炎的 他只要用鼻子呼吸的 几乎没有 用嘴巴呼吸的才会多 所以用嘴巴呼吸的感冒多 肺炎也多 还有用嘴巴呼吸的容易爆牙 还会爆牙 对 他一定容易爆牙 为什么 我们看看 这个牙齿 它里面是舌头 它里面是舌头 里面是舌头 那外面是嘴唇 对 嘴唇跟舌头 它会有一个均衡的力量 让牙齿长得漂亮 那如果他嘴巴一旦开开之后 他的嘴唇张力就不见了 那这时候舌头 舌头就会把牙齿 把它推出去 那舌头一旦把牙齿推出去之后 那就容易爆牙 所以口呼吸其实影响非常的大 而且口呼吸最大的问题 就是会让鼻子更糟糕 然后口呼吸的话 这个舌头 它就会习惯摆在下面 所以它鼻子就会容易塌掉 所以用嘴巴呼吸 用久了鼻子 还会就是扁掉就对 对 因为它这个 好可怕 它这个二骨 它这二骨 舌头支撑这个力量 它是可以让整个鼻骨 是能够往上顶出来的 所以嘴巴壁的孩子 鼻子就会漂亮 如果是嘴巴开的 鼻子就很难 你看看我 就是稍微有点轻微朝天比 你就知道 看到我就知道我的小时候了 不会 有时候是遗传吧 这个二骨 这个二骨 它原则上 我们遗传原则上是整个颅骨 那二骨主要是功能性 环境影响比较大 那遗传的影响相对还是有 对 抱牙的病人 厚道病人 可能他的爸爸妈妈 可是你可以到学校去看看 哥哥姐姐 弟弟妹妹 可能一个是抱牙 一个是厚道 那如果是遗传的问题 这个就越来越解释不通了 这功能性的问题 影响越来越大了 所以这真的 影响的还蛮深远的 对对对 所以口呼吸是现在孩子健康 最严重的问题 所以要避免这个口呼吸 当然就是你要从小就让小孩子 大量咀嚼 大量咀嚼 一定还是大量咀嚼 就是刚刚我们讲的 对对对 就是让他一直不断咀嚼 所以你现在小孩不管他多大 就是开始训练他咀嚼就对了 即使二十岁三十岁 你矫正完了 你还是得要练习咀嚼 如果你咀嚼的能力没有回来的话 你牙齿很快又会跑掉 然后我们大人也是要多练习 预防那个老人痴呆症 对对对对对 这个其实很重要 这个老了 大家看看人老了会什么 会有大家不喜欢法令纹 不喜欢木耳纹 这骨头变窄了 就是你咀嚼弱化 太少咀嚼了 才会老 然后呼吸道就会更糟糕 所以整个就是恶性循环 对对对 然后所以现在大家不要怕 什么腮帮子大 就是尽量咀嚼 对其实没有咀嚼 用嘴巴呼吸 鼻子不好才会有这个国字脸 如果都用鼻子的 其实它不容易有国字脸 不是说大量的咀嚼 一直嚼一直嚼 这个肌肉会变得很发达 对刚好不是 这个脸变宽 他是这个人晚上睡觉的时候 咬牙切齿 可能是磨牙这种 你一天咀嚼的次数 不会超过五分钟 那你晚上睡觉 这个持续咬是几个小时 八个小时 如果你越不咀嚼的 这个二股越窄 鼻子跟咽嚼气到 空气不好进去 缺氧之后才会咬紧 所以说这个国字脸的问题 其实是缺氧的问题 是没有咀嚼 大量咀嚼是不容易 这个国字脸除非例外 吃檳榔 很少很少的例外 或是啃甘蔗 到底是有多少甘蔗可以啃 所以这有点颠覆我们 以往的这个观念 对对对 所以吃口香糖 吃这些 它是不会造成你国字脸 反而会让你的呼吸道 变得比较健康 了解 好 所以我们真的就是 要从我们吃饭开始练习 做一些改变 那刚刚有讲到就是说 这个蛀牙 台湾人蛀牙的比例 是偏高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原因 我们就好好来避免一下 第一个就是因为大家 真的太爱喝饮料跟吃零食了 对对对 尤其是饮料 这个加工食品实在太多了 而且这个饮料就是 我的牙齦就是说 你一直在喝饮料 你就是把你的牙齿 泡在糖水里面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所以你只要戒掉饮料 基本上你能 你会 你蛀牙的几率就少一半 对不对 对没有错没有错 那再来是喝水 喝水刚刚讲 一种方法是喝太少 那另外一种就是牛饮 咕噜咕噜咕噜 喝下去胃肠受不了 反而胃酸上来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我喝水是要怎样 慢慢喝 对含一下咬一咬慢慢吞 不然你喝 没有东西可以咬啊 对这时候你要想一个问题 你喝水超过一两百cc之后 那身体喝到这个水 它可是会启动排水机制 因为喝太快 身体破坏了身体水的平衡 那身体可能让你流汗 排尿 白喝了这杯水 所以不要用管的就对了 就是慢慢喝 随时喝 要跟植物一样 随时喝 了解 好 那还有一些原因呢 我们等一下休息下回研究 哦 欢迎回来继续来研究一下 还有哪一些蛀芽的原因 像这个食物过敏源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现在的很多 比如说台湾对牛奶 蛋跟面粉 很多小朋友大概少的大概两三成 像牛奶甚至于五六成 它是它的慢性过敏源 它喝下去之后会造成这个肠胃不适 更容易胃酸逆流 那这个时候它可能就晚上睡个觉 胃酸逆流就怕牙齿就不容易好了 是这样 那它如果自己想喝 想喝的话原则上你可能就说 离晚上时间远一点 不要再睡觉前 中午 那你其他时间再多吃一些 比较健康的食物 蔬菜类 越硬的食物让小朋友越咬 越健康越不容易蛀芽 那第四点是父亲 父母亲有蛀芽的话 孩子也容易有蛀芽 所以这个蛀芽会遗传 小朋友的蛀芽 它不是遗传 它是传染来的 不只是蛀芽 牙周病 口腔的病菌 大概父母亲是最常见的 当然小时候是爷爷奶奶照顾的话 那爷爷奶奶也是有机会 这个细菌从他们嘴巴传染过来 那还有第二个问题 爸爸妈妈刷牙的习惯 喝饮料的习惯 他吃这些食物或喝水的习惯 习惯也会影响到一个孩子 容易蛀芽 没错 如果爸爸妈妈本身自己不爱刷牙 他怎么会叮咛他的孩子要刷牙 因为我真的有遇过就是 他不在意小孩有没有刷牙这件事 就是因为他自己也不刷 我有点倒谈三步 所以我每次看到小朋友来 父母竟有些不喜欢来找我 为什么 因为我不会怪小孩子 我就说小孩子18岁以下无行为责任 那父母还是要担最大的责任 你不刷牙 小朋友为什么要刷牙 你要吃甜食 为什么小朋友不可以吃 所以其实小朋友的问题 都是家长造成的 所以不能怪家长 但是家长你还是得要担责任 对 就是生教 这生教很重要 再来是饮食习惯不良 就会导致胃食道逆流 当然狼吞虎咽 随便咬 随便吞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胃食道逆流才造成蛀芽的那个 比例非常高 比例是很高的 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如果胃不好的人 就容易蛀芽吗 对 蛀芽 或者说有现在 现在很多人牙齿敏感 那个可能不是蛀芽 可是它是整个牙齿都被酸腐蚀 所以其实敏感 除了这个蛀芽问题 可是更大的问题 是整个牙齿变小壳了 那这时候你更要去担心 你身体的酸性体质 还有胃酸逆流 当然打酸有没有这个问题 恐怕就是一个很关键 也是关键 好 再来就我们刚刚特别讲的 如果用口呼吸的话 也是很容易就是造成 你看看这个口呼吸的小朋友 你看看 它就容易会有垢堆积 你叫它认真刷牙 它很认真 可是它睡个觉 起来 嘴巴又开开了 这个垢又进来 它永远刷不干净 怪不了它 对 那怎么办 所以它现在是 就是只能多嚼吗 有没有别的方法 小朋友口呼吸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如果用嘴巴呼吸的话 那你当然这个唾液就挥发掉 那污垢很容易沾上去 所以我们原则上是希望就是说 在安全的状况下 让小朋友先睡觉的时候 帮他贴嘴巴 我们可以看看 贴嘴巴 对我们可以看下一个 你说把他嘴巴贴起来 不让他嘴巴打开 稍微用这个透气胶带把它贴起来 然后甚至于说我们用一下 这个有的初期的时候 你用个鼻液贴 让他的鼻道比较畅通 让他的鼻子好呼吸 当然就是说睡觉前一个小时 就开始做这件事 确定他呼吸好呼吸了 再去睡 那如果是真的还是不好呼吸 那就是温开水啊 闭着嘴巴走走路啊 他很快鼻子还是会通的 就是要让他鼻子通着去睡觉就对了 对对对对 那不然的话你嘴巴一开 那你就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嘴巴一开 牙都白刷了就对了 对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真的所以就从很小的地方 就要开始注意了 对没有错没有错 那还有就是说这个到底宝宝 就是小孩什么时候开始刷牙呢 因为有的人会讲说 哎呦他们反正乳牙都会换啊 所以没关系大一点再刷就好 而且他们现在这么小又刷不干净 对不行 乳牙一旦蛀牙 你看看这个乳牙蛀牙常常造成的问题 是心长的痕牙一定就蛀牙 所以乳牙一旦蛀牙没有处理 95%的机会痕牙一定会蛀牙 那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刷 我的建议是 当小朋友没有牙齿的时候 就要开始 为什么因为小朋友 你等到有牙齿 他大概他的认知学习的能力越好了 你在他没有牙齿的时候 就习惯拿一个这个儿童牙刷 越简单越好 你就偶尔帮他抹一下抹一下 每一天帮他抹一下 有牙齿他一定给你刷 你等到有牙齿长出来 你又要去刷 他绝对不给你刷 为什么 因为牙齿刚长出来的时候 牙龈会不舒服 所以大家记得没有牙齿就要开始 对 帮他带一下带一下 这一点我倒是非常感谢我的那时候 那个有合法执照的那个保姆 他就是那时候 在是小baby的时候 就是很坚决用那个纱布是不是 对 然后每天就是帮我女儿这样子 擦过一遍 擦过一遍 这非常好的保姆 然后我就心想说 很干净啊 为什么要 他就说没有 我们受过训练 你要相信我的专业 对 果真我就是觉得 我女儿的那个刷的习惯就很好 就很棒 对 就是他的那个 而且他的 就像你讲 咀嚼各方面 就比较理想 就是很理想 因为他的这个口腔黏膜 他感受啊 刺激啊 都会比别的小朋友棒 好 所以应该是从baby 我们大人就要让他养成这个习惯 对 那到底要多大的时候 他们可以开始 他们其实可以拿牙刷的时候 就可以自己刷吗 因为我看到有小朋友 真的是乱刷 然后感觉也蛮大力的 就原则上 12岁以下的小朋友 一定是小朋友刷完 爸爸妈妈 一定要再刷一次 所以因为他太后面了 对 而且小朋友他有刷就不容易了 那3岁的小朋友 要开始照镜子刷 为什么你要训练 他的手的肌肉啊 还要训练他眼睛看镜子 回来左右 这个相反的 这个脑部训练 那你如果说真的 想要让小朋友 这样照顺序太难了 真的很难 我们都要在旁边 跟他们一起刷 12岁 我都认为爸爸妈妈 我相信 你一定是很疼孩子 你帮他刷小朋友 跟你的感情 一定是非常好 对 现在我们都是一起刷 因为一起刷比较好玩 对 然后再来就是他们 也在学嘛 他们就看我怎么刷 然后譬如说以前 我们那个年代 学刷牙还有这样 上上下下 然后我就发现他们不太会这样刷上下下刷 可是他们就会也是就努力学这样子 对我们原则上现在还是建议 就是两颗两颗原地震动 还是建议两颗两颗原地震动 那小朋友其实牙齿小 所以不用上上下下 其实左左右右也OK 因为这个上上下下它是弧形 他们真的很爱左左右右 那上下的话 小朋友没有那么好的技巧 反而把牙齿刷坏了 OK 好 所以我们不用执着 他们也要这样就对 他们很横的左左右右就可以 那现在因为很方便的 就是有那个电动牙刷 那他有时候又音乐嘛 然后又可爱 那你会觉得他们刷不干净 用电动牙刷 会不会比较容易刷干净 就是说如果是吸引他的兴趣 是不反对 那如果说只是为了干净的话 电动牙刷 根据实证医学的研究 它并没有比这个传统的 手工刷的干净 他说它震动八千次 那当然就是说 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 牙齿它因为有凹凸不平 所以说这个比较凹陷的地方 电动牙刷就不是它的强项 那一定是慢 慢的速度反而可以把刷毛 伸到这个牙缝里面 对 所以电动牙刷它的优势是在表层 那但是它对牙缝里面的清洁效果 就不理想 那当然就说 大部分的孩子不可能那么乖 都用牙线嘛 对啊 所以我们如果用牙刷 大部分90%以上的牙齿是刷的干净 那电动牙刷反而是这边地方 它比较吃力一点点 那如果再用冲牙肌 冲牙肌也是一个考量的点 那当然我们是比较建议牙周病 或直牙的病人才去用这些特殊的工具 那小朋友我们还是希望他的手 就说刚刚昨天有人问我 牙医师手是不是都要很巧 我说当然是 但是问题是升学制度 都是成绩好的上去了 这个手灵巧 就是从小要练习这个小动作 他以后当牙医师 他才会轻松愉快 所以意思就是说 要当一个好牙医师 从小就是要很会刷牙 手要很巧 包括做手工艺 其实手越灵巧的 他大脑的灵活性 其实也是越好 其实是这样 而且一个好的牙医师 说真的就是一辈子的好朋友 对 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有看牙齿的经验 因为真的好的跟不好的 还是差蛮多的 当然就是说要体谅医师 现在这医病关系不好 那大家如果能够 越能够医师对病人有同理心 病人也同样对医师要有同理心 其实医师 你看牙医师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 任何人你去试试看 啪啪看 那个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去忍受这样的 这样的这个姿势 是蛮辛苦的 对对对 要不然我以后我们都预约早上 你看到晚上来可能医生很累了 这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想法是不是 对对对 好了 医生好好保重 我刚听到这个平均寿命 我真的很紧张 对啊 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 其实大家对那个图佛 也有很多的想法 我们回来再研究 好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回来 我们今天在讲这个有关牙齿的健康 然后这个咀嚼呢 真的会影响一个小朋友一辈子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好好的重视 那当然现在有很多的机制 就是要保护小朋友不要注牙 所以都会屠佛 对 然后现在也都会到学校去 持沟系丰田都有 我们都说其实这几年来 尤其是今年 看政府真的投入了非常 非常多的预算 应该是三四倍数 今年多好几倍 就特别做类似图佛 或者说像这个持沟系 这沟系的丰田 那这沟系为什么要丰田 因为我们在小朋友长牙的时候 它太早长出来了 它六岁的时候 这个第一大旧齿就长出来了 那六岁这第一大旧齿长出来 前面都还是乳牙 那大部分的家长会 还不晓得牙齿 这个大牙长出来 那这时候小朋友的照顾 常常就会很舒服 如果是爸爸每天 爸爸妈妈每天有帮孩子刷牙的 绝对万无一时 可是大部分爸爸妈妈 没有那个习惯 那你想想看这个凹沟 一旦有这个凹沟之后 如果又吃一些甜食 又嘴巴呼吸 那好容易就住了 而且这种蛀牙 常常是看不见的 为什么 因为它都是外面 好像有一条黑线 但是里面是一个大洞 它的蛀牙都是 住在牙齿的里面 那所以说为什么政府愿意投资这么多的经费 去保护这颗牙 因为它是整个咬河重心 它到成年人 这个在咀嚼的时候 整个咬河百分之六七十都是靠这颗牙齿 就是 它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那我是鼓励家长 当然是能够配合这个政府的政策 对 这是一个德政 可是说实在 使用率真的也不高 三四成 真的 对 我觉得家长 为什么大家有什么顾虑呢 忙 我跟你讲 家长就是一个字 忙 没有别的任何的原因 没有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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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孩子就是牺牲品 借口很多 对 好了 所以就是 因为现在就是双新家庭 所以真的比较忙 对不对 可是实际上我们现在 就是说牙医师公会 还有牙医师 他甚至于到学校去帮忙 对 所以还是希望家长 还是多支持 就是支持 就勾示 我要参加 对不对 对啊 所以学校也有含佛漱口水 对 这些 各式还有佛妻 佛妻就直接帮你涂合 高浓度的 高浓度的 这个腐化物保护 那这个更是 这是永久性的 希望是一个保护 那都是很重要的方法 了解 那在平常的保健上面 医师会推荐 就是 就是训练小朋友 从小就开始用漱口水吗 那漱口水大概有两大类 一大类就是学校会帮忙用这个 含佛漱口水 对 帮忙预防助牙 那另外一大类就是外面买的 那原则上我都不建议 因为这个口味为了要能够让小朋友喜欢 添加物一定多 那要有效就要变得比较辣 因为要有酒精 对 那这时候小朋友一定不喜欢 所以我觉得这都是比较帮助 比较不大 那而且小朋友他用漱口水 如果真的有用的话 那你还要担心 因为漱口水会把细菌的量 给它抑制掉 对 可是细菌量抑制掉 那黴菌的量就上来 那台湾潮湿气候 黴菌大概是台湾小朋友 最大的杀手 那黴菌量上来怎么办 那难道去买那个乳酸饮料 养热多之类的 为什么 因为乳酸可以 这个乳酸菌可以抑制黴菌 所以没完没了 这干脆就不要用 多细嚼慢咽 让口水尽量分泌 小朋友尽量闭嘴巴 就是最好的预防方法 所以你也会建议 就是小朋友没事就要戴个口罩吗 戴口罩他有没有嘴巴开开 我们不是很清楚 不晓得 因为现在有时候爸妈就是 你知道就是很紧张 所以都是不管去哪里公共场合 你永远就是看那小孩 就是永远戴着口罩 对 我其实还是就说 当然这样保护孩子是正确的 但是家长你一定要弄懂 小朋友为什么不健康 他一定是上呼吸到不健康 你还是当他多咀嚼 让整个身体骨架 能够发育的好 你就不怕 我都不知道大家 大家能不能相信 我孩子从出生到现在 国小二年级 没有吃过一次药 没有看过一次仪式 从来都没有 这是你的一个算目标吗 就是一直为 我觉得我也遇到一个好的小儿科医师 我小朋友都是 虽然咀嚼的量不够 但是我的小朋友就是没有吃药 然后到小儿科医师 小儿科医师说 我们多观察一天吧 他发烧了 我们多观察一天 如果第二天他还是狼闲闲 没有精神 那我们再看看 那第二天我还记得我女儿发烧 幼稚园中班的时候发烧 那第二天当爸爸的觉得亏欠 然后一早起来就带我的孩子说 爸爸今天陪你一天 我把病人改约 好啊 爸爸你要带我去哪里 我说我带你去游乐场好了 然后他就说好高兴 就突然转台口说 爸爸不行 我今天跟哪个小朋友有约 要一起玩 他要去学校 他要上课 他要上课 结果他就不用了 没事了 他就去学校玩 所以你的意思是爸爸的陪伴 就是让孩子不要而育 没有 因为他睡了觉 睡觉了 他稍退了 精神好了 其实我们不用太急 其实是真的这样 妈妈就是操之过急 那小孩子就是休一下下 哎哟 惨了 惨了 马上带去看医生 然后就马上去急诊 就一定要医生给药 然后药一次下去 就没完没了 就像你讲的 一直不断的 小孩子就一直在吃药 因为药是帮忙人的 可是他也是毒 有时候还是要斟酌 小朋友多咀嚼 呼吸到健康了 他人就会健康 不容易生病 没错 好 那我们有一些坏习惯 当然一定要帮小孩子 叮咛 要让他指正 把他改掉 小朋友乱舔舌头是不好的 对 小朋友他有时候 会咬嘴唇或舔舌头 他有时候不自觉 他会把这个牙齿的齿列 把它推掉 这个牙齿会不整齐 其实就是嘴唇跟舌头在做怪 所以说小朋友 有一些不好的习惯 尽量还是要改 那比如说乱舔舌头 舌头一直喜欢舔门牙 或者咬嘴唇是最麻烦 咬嘴唇会很干净是不是 会后牙咬得到门牙咬不到 会变开咬 就是开咬就不好看 你说牙齿会 开咬就不好看 那不好看又要矫正 这种病人矫正大部分都要做手术 费用特别高 而且真的我觉得矫正对孩子来讲 也是一个很大的心理压力 没有错没有错 会自卑或者是吃东西就变不好吃 所以说为什么我现在矫正我都是尽量 尽量就是不要用这些东西 让第一个还是强迫病人要多咀嚼 还要教病人怎么吞口水 大家光吞口水这个动作就跟这个舔舌头去推牙齿是一样 很多病人你请他一吞 嘴角就下垂 嘴角下垂代表他的舌头在推门牙 所以内行人才看得出来 哪吊口水 所以我到学校演讲 我都会跟老师说 哪些孩子在中午吃饭容易噎到 老师最怕的 噎到呛到怎么给家长交代 你就看他吞口水会不会 会不会这样子 对会下 嘴角下垂 嘴角一下垂代表他舌头会往前推 他就容易噎到呛到 他就容易爆痒 所以要特别注意他 那怎么样避免他一直不断的就是 还是要教 就教你请他喝水的时候 喝水的时候含一口水 对 含一口水你请他先 先他自己喝 比如说喝一口水 咕噜一下 听他那个咕噜的声音 比如说好你就先喝一口这样 会有咕噜的声音 那你请他听个两次 知道这个声音多大之后 再请小朋友喊一口水 喊这之后请他这个舌头 慢慢的移到这个 不要碰到门牙 不要碰到门牙的位置 确定了再请他慢慢把口水吞下去 这时候这个声音会变小 声音只要变小就对了 为什么 因为你刚刚往前推的时候 会把空气都推下去 胃肠会脏气 如果你现在正确吞咽的话 舌头往上提了 一天一千五百次 鼻子也挺了 而且不会容易噎到 不会呛到 而且肠胃不容易再脏气 牙齿当然就变整齐变漂亮 我妈妈都说我牙齿之所以 这么漂亮 是因为我小时候长得太丑 没有人给我糖果吃 所以我都只能自己在旁边 默默的喝水 对有时候太可爱的小朋友 你就要一直给他糖果饼干 他就一直吃这些饮料 这不好的糖水 所以越可爱的越容易蛀牙 对 所以还好小时候不败 再来这个单侧咀嚼 小朋友也会有这种坏习惯 会会会 尤其你一旦蛀牙的时候 你一定是单边咀嚼 单边咀嚼你去看他 他很容易这个眼睛 嘴巴跟肩膀一定都很容易 这脊椎侧弯 几率就很高 然后像小朋友会常常咬手指 对或咬棉被 很多小朋友咬棉被 也是爸爸妈妈凶的 你看小朋友躲在被窝里 一定是咬棉被 开始咬东西都是压力 有时候反过来 我们可能要关心一下孩子 他的心理状态 然后当然小朋友不要用牙签剃牙 太可怕了吧 对太危险了 然后让他睡眠习惯要好 对没错 按时该睡就睡 避免睡不好 也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你要为孩子一生健康 打好基础 其实就是看这一本书 因为的确顾好牙齿 对孩子是非常重要 健康的一些关键跟基础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 教员长的分享 真的受用无穷 也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们生活快通 下一次见 谢谢 拜拜 谢谢